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选选原因就是 港股套年首日预料高开 本期有望挑战22,500点水平 内地春节出行和消费数据向好 加上外资加速流入 利好A股延续反弹的行程 香港股市风险偏好向改善 有利证券股可以关注中信证券 面对资本市场剧烈波动 中信证券业绩业绩业固健 去年盈利跌8.65% 包括行业价32% 公司债行业龙头 在资本实力、风险管理能力、 研究增加能力、业务协同能力方面都有优势 当中投资银行业务继续发挥综合优势 有机构数据显示 中信证券去年以1,503亿人民币IPO承销金额 稳居行业第一 大幅抛尼唐业中金和中信建构 走势上蓝 中信证券近日股价突破去年4月高位大约18元 上星期五收18.5元 14天RSI升到80呈现超买 买以持货可设置在指赚位18元 失手可适量减切 以锁定利润 未持有的话 如果18元不失手 可以在这个水平小注格纳 后市以大汉级与平均目标价20元为目标 回吐的话适宜守17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